各位路人甲一丙丁,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談廣義的三角函數 今天有一個圓,它的半徑是1 那卡式座標系的圓點就與這個圓的圓心重疊 那想像現在有一根棒子,它橫在X軸的正向上 那這根棒子的長度就是1 它做順時針的旋轉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有一個θ角 那在還沒有旋轉的時候θ角是0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瞬間它轉到這裡 那它就有一個θ旋轉角 從這個點做垂線交於X軸 會得到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樣一個直角三角形就是用來作為三角函數值的判斷 那它轉到第二項線長這樣 轉到第三項線長這樣 轉到第四項線長這樣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分別不同四個項線的sin cos 它們正負號是如何 首先在第一項線 因為XY都是正數 那按照前級講三角函數的計算方法 可以得到sin theta是y cos theta是x 它們都是正的 那現在到第二項線呢 同樣的道理 可以得到sin是正數 cos是負數 而第三項線 sin cos都是負數 而第四項線的sin是負數 cos是正數 接下來我們要看幾個特殊情況 也就是在項線中的交界 它們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它們是變成一條線 而不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這個三角函數 是有點被人為定義的 首先我們看0的地方 0的時候 三角形就像看起來是直線 它的角度在這邊 也就是說它的對邊是0 那它的斜邊和0邊長度相同都是1 所以在這個定義下 sin是0 cos是1 那在90度的情況下呢 我們sin是1 cos是0 而θ等於π的情況下 sin是0 cos是-1 到了θ等於2分之3π的情況下 sin是-1 cos是0 所以在0到2π之間 我們都可以為每一個角度找到它的三角函數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圖去把sin和cos畫出來 先看0到2π之間 那上面這個是sin函數 如果你去一個點一個點畫的話 它會畫成這樣一個s曲線 而cos函數則是長類似這樣子 那這個都是各位可以自己去畫 那現在講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會發現0到2π轉完以後 繼續轉 它其實是一個周期函數 就是說它又回到了原點 也就是θ等於0和θ等於2π 或是θ等於-2π 負4π或是4π 它都是一樣的數值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2π為周期的周期函數 那這樣一個函數 我們可以立刻得到 有兩個重要的公式轉換 第一個公式轉換就是 sin或cos θ 如果加或-2π的倍數 那我們可以直接把它略掉 因為它又轉一圈回來了 所以就等於sin θ 那如果sin θ 它加減是π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正負號點倒 譬如說有一個θ在這裡 那它加減π的話會跑到下面 那它的值其實是一樣 反之亦然 所以sin θ正負π就等於-sin θ 而-sin θ 正負π就等於sin θ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拜拜